裡面已經填了之後 那這邊小計應該會有結果 那小計的話就等於什麼 這個等於公式給他這個單價乘以這個數量 打勾就好了 那底下的話 但是呢前提是這個如果空的話 那這個就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一樣把這地方怎樣做一個 自動化的一個判斷 就是說如果 f 這一個哪一個呢 數量如果裡面是空的 等於空字串的話 那我一樣不要顯示任何東西 反之的話就把剛剛的公式貼上來 按一個確定 那底下的話呢再往下填滿 填滿之後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做得很順手了 自動有沒有自動化 那做完畢之後的話呢 銷售總額也可以出來了 銷售總額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裡面所有的加總 所以所有的加總你可以先把範圍選取 然後在常用裡面有個Sigma 這個Sigma把它加總一下 或者油標先放在這裡好了 然後Sigma一下 他問你範圍在哪裡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OK打勾 但是前提也是一樣 如果這裡面 這裡面也是空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先從第一筆開始 如果第一筆裡面是空的 那上面應該也是 怎麼樣呢 不能有總額 所以除非第一個有 這個上面呢 也才會有資料 所以上面的資料呢 還是一樣 要做一個判斷 就是什麼呢 if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裡面的資料 這個裡面的資料 如果是空的話 那我們上面的資料呢 也不能有任何的 也不能有計算的結果 反之的話呢 就會有資料加總起來 OK 所以就是如果裡面的小計 假設這裡面的數量 通通把它刪掉 那上面就不會有 如果說我今天選了一筆資料 上面就會出現了 所以這個地方都是連動的 那請各位 試著把這個部分 包含就是剛剛講的這部分 然後再加一個數量 那數量原則上大概給他10個 那數量 就把這兩個相乘 那判斷一下數量如果空的話 不要東西 那加總的部分也是一樣 根據這一個 去做加總 那 編號部分呢 就兩碼 這邊01 02 03 此類推 那這個部分因為跟前面一樣 就留給各位做練習 好吧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囉 點心 白癡 分別 4 0 感谢观看